大家好,我是新明的爸 首先给大家报告一下 不好意思,拖更了一个星期 然后我的房子已经是订好了 下个星期要去签约 然后等我签约完了 再给大家更新我的在日本买房的视频 然后今天开始是三联休 应该是今年就一次三联休 我现在在羽田机场 然后现在要去北海道 我第一次来羽田机场 然后第一次去北海道 好多第一次啊 现在是刚到 然后现在要去找航空公司 日本航空 我第一次来羽田机场 然后这感觉就像是一个大的车站一样 没有这个飞机场的感觉 然后羽田机场主要是国内线嘛 然后我看看这里的航空公司也不是很多 然后我来的这个是第二航站 只有日本航空和Sky天空 天空航空 现在人还挺多的 一点半的飞机 看一下什么时候出发 这基本上就是 这基本上就是全都是日本航空 我刚刚说错了 这不是第二航站 这是第一航站 然后基本上所有的飞机都是日本航空的 这像是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 吃饭的地方很多 然后也有一些买东西的 三连修今天人还挺多的 然后这里有这种自住的就是登机手续的一些机器 我现在拿到机票了 因为我是用那个亚洲外里型的李硕兑换的这个机票 所以呢那个自动的这个出机票的这个机器是出不了的 然后我找了这柜台人员 他要马上把我拿出来的机票 然后我们现在就去这个那个叫什么检票口吗 还是什么在那边 嗯 国国内出发也是有这种检票口呢 还要检查行李哦 我们现在进去应该是不可以拍了 现在过了那个安检口挺快的一分钟就过来了 哇好大个飞机 日本航空我也是第一次坐 然后 然后 雨天机场也是第一次的 好多第一次啊 北海道也是第一次去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在这个登机口了13 来的太早了 没想到这么这么快 就是出票然后过登机口过那个检票口 也就50分钟左右吧 挺快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国内出发的话 可能提前一个小时来就足够了 一号航站楼就全都是日本航空的飞机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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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穿上了棉衣啊 因为很冷了 已经十几度 然后北海道室内的街道都比较宽 然后但是感觉上比较冷清就是没有什么人 这是北海道渣黄市中心的区域 是比较繁华的地方 约好了好朋友在这里吃饭 我看大家都在这个十字路口这边拍照 我希望这些广告牌是比较有名的地方 打卡点 然后吃完饭就逛了一下大通公园 天已经比较黑了还下了雨 然后在二条市场吃了这个蟹肉盖饭 哇非常的实在 但是最后上居是比赢的 比赢的比赢出不了 好等一下 今更冷清一点 啊 她也等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